哈喽大家好,我是章坤 欢迎收看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录像的主题是随机录像 软件已经打开,抽三折 61,5,17 61,5,17 61会是个什么录像呢? 布列斯反折 三大神偷 这个反折的录像一般是看那个 反折一般是看配合 应该是配合不错的 哎,刹那之间,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ID吧,非常熟悉 是那个啥 送了我一个牛鞋的这个人 汉献帝啊 汉献帝怎么说他的强度呢? 如果只买三个武将的话 我买布列斯江维 汉献帝 好,张神 反折 看左辞啊,是打张盒还是咋 哇 这也是反折的 好,小娘子是可以 先捕一个人的牌给张盒吧 对 然后是挂家一马 吃头 弃一张戒刀 啊,他戒刀可以拿去自罢 对 哇塞 哇塞 这主动方要哭了 手牌都没有 他怎么战斗得起来了 是吧 好想让瞬间卖血 怎么卖一趟气 那是在搞笑啊 我当要替天行道 啊 太死是一个他们的主力 这地方有双偷在 一定要限制太死的手牌 他基本上以后就过着没有手牌的日子了 张盒肯定会偷他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先集火太死 或者是怎么的都可以啊 好拿去就拿去 小娘子位置太好了 再来一张 啊,没有了 张盒可以考虑配合一下 先弩 弩槽皮或者瞬间都可以 鲁王盾装上 踢一张伞 怎么踢杀干啥 难道说因为伞是尖一点 太死是抱的起来啊 大小姐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毕竟满满要比万箭多嘛 所以说伞是最多余的牌啊 哇,弃桃嘞 好,以后聊神跟那个张盒去偷一下 好,太死裸扎一个无中结果被无蟹了 看来这辈子抱不起来 还不拿去拼点 他那个牌应该拼掉张盒的手牌了 张盒为了偷桃子没有跳乐 不知道能不能偷到 哎呀,没得卤捞吗 护卤啊 偷 你看那主中方 你主力核心太死是吧 很牛逼吗 好,就算你很牛逼 你没有手牌 你怎么牛逼得起来 这地方反贼有一点Bug 双头并加小梁子 小梁子本来也是一个小偷啊 这地方一定不要打太麻烦了 刚才杀身间的话可能有一点风险 身间的话 他可以去包养太死 太死一有牌就有可能原地起爆啊 用兵之刀 换一个装备给了一个佐持的 让佐持去二刀太死 捨不得二刀呀 你给你武器就是让你二刀的呀 小娘子也是一直没来武器 我发觉 拿来吧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偷太死跟孙策 因为他俩 对张和的威胁最大 还好还好还好 不知道张和还顶不顶得住啊 神奈们 还好这次囤了一些桃 张和估计要被翻 哇塞 卖一下卖出小片 屌屌屌 卢 好张苗再一偷光光了 没想到吧 酒 好酒杀这个地方可以带走孙肩啊 孙肩 对 好 孙肩要好一些 孙肩对这间威胁比较大 潮皮比较偏白嘛 闪 深深不息 不错呀 在把祖宗发 在没有手牌的情况下 能打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可以直接神术 不能啊 被不驱了 有9的话 那就直接神术了 实如授极 有如探囊群 是不绝 问张 万事不绝 这是主动方没有手牌 太悲剧了 并且还是四连反 四连动 反这一般是看配合 不是说看地镜 然后 5 没有5 就取消 那就是1 主攻神女部 神分驻内香仙 获胜 神女部的话有大招 它作为一个主攻的话 咱们内奸选择了香仙 应该说它发神分的时候 应该说在中后期 不可能说一前期就可以发神分 这个时候大家都排到气的差不多 但是香仙由于有装备的存在 是可以存储牌的 那个时候可能控场就比较方便了 如果再摸到进攻牌之类的 因为大家都没牌了嘛 看一下吧 这什么情况 女蒙表生热了吗 你们都打开了 女蒙不是内奸脸吗 他内奸脸去抽热了 应该不会命中 就是把火功给用出去 其实还不如直接弃掉 这是一个大反对 女蒙可能表生热了 不然大家都搞他 你排太多了 这乐主攻的也是一个大反对 接招吧 你的牌太多了 才乐吗 好干凌大忠诚啊 顺手前仰 哎呦 杀 不管这些了 杀 他决斗的话 不管输赢都可以斩标几 小抱 闪孙伯福 乐不思蜀 这是个大反对 徐于是个神钟 哇 这牌都不给主攻补吗 自己 血又不是很烂的 哇 灌尸挂上 爱看我的厉害 给主攻补 我觉得不应该睡群 如果睡的话 可以考虑睡一下主攻 自己是内奸啊 哎呦 这个地方是收人的节奏 应该不会有人救 内奸的话也不希望有人救他 不管这些了 靠 这主攻怎么这么怕掉血啊 展标记啊 打个无血还掉一个路 小虾的话可以睡疯了 搞得没标记了这主攻 并中针之志 手牵退址 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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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无奈江东小霸王 孙伯福 看张 他应该可以搞一下张文 哇靠 没啥座位 哼 再顺手再压 再哼 九 九杀 得 哎还是没命中 这个地方香香已经神装了 如果神女部啥时候发动 大招的话 嘿嘿 那就是一个 天下 只有我一个人有害的节奏了 四两标记 哎呀又七标记 人应该斩回一个 斩回三个不止了 一个大铁锁 这一下反正是 九个 火宫 这个地方睡一下主宫啊 不要再睡中城 巴不得中城赶紧死的节奏了 现在 哇吃个桃再吃个桃过 啊可以杀一刀 其实也可以 考虑过 用兵之道 变化 甘霖不知道在打什么啊 心神本色 好这个地方 主宫肯定发大的节奏啊 八张牌 整共加上初死的九张 再七一张 这个地方肯定能爆发啊 三个兵器加联武 主公把脏盖解开了 那也就说 国家肯定要倒下 巡逾追击嘛 好 顺侧帮了个大忙 主公 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空场了 直接一个一个来 刀 对 小内再不跳 后面还怎么玩啊 使劲的哼啊 再哼 哼 南蛮 对 兵没有必要先兵啊 说不定就可以直接打 这一定可以打下来了 这么多杀 果然是强大的身份啊 帮内奸控场了不说 才让内奸大爆发了 十七 刘备主哑巴逆境2v3 又是传说中的刘备局的那个 徐术忠诚啊 徐术本来 强度可以说比较强 但是也不至于说非常强 但是如果是刘备的忠诚的话 就不一样了啊 发生本质的区别都有可能 上来有了神家 有了主公真幸福啊 啥 对 刘备第一轮的话很怕乐 所以说该闪还是闪 无中生有 请天吃我吧 攻击 在所不辞 请天吃我吧 攻击 在所不辞 过河拆桥 请天吃我吧 实力所向是中来的方式 攻击 借刀杀人 雷烧 闪 勒不思蜀 在所不辞 不会吧 这 这贡献做大了啊 这个忠诚老搞寻语 又救了 好了这个地方妥了 反正应该说没啥使命 主攻方的降面是太优了 这是徐数忠诚的话 直接上升为 中八神 并忠贞之志 守清退之几 这个地方不杀了啊 肯定可以被忍得 反对方就老猪的一个核心了 现在 杀一敌 可能洗碗 杀 杀 杀的话可以多解密 我会慢说吗 我 用不背弃 给吴老举剑刘备 刘备 刘备可以决定 把什么牌给什么人 以得福人 这个地方可以 再给一点啊 因为有双鸡尔包养的话 如果你牛背手牌 留得多的话 可能徐数不好做啊 太喜欢买了 所以说如果刚才牛背手 留一张牌的话 徐数就可以多解一张啊 我 我 我估计快抵不住了 将军 我 你看 一直没有桃 为贤为德 以德 服人 仿佛心 我 但是徐数保命 现在还是可以的 杀伞都有嘛 两个顺手拽严 精良 杀 好强的DPS啊 徐数 这地方肯定要救诸葛啊 即使是让反贼手也要救诸葛 这个是他们的核心啊 是天下大事 乐不思蜀 啊终于乐了 老徐你就 举荐寻遇吧 我看好你 哇塞你 吴忠你倒是开啊 他吴忠给举荐了 哎呦 八卦挺好死的呀 此乃驱虎通郎之计 雷莎 我 勇不背弃 徐数 这一下可能要把自己的事给完美了 后面还怎么玩啊 刚才自己在铁锁上 然后解密也只解密了一张牌 和拆桥 桃子还好 我记得应该是二打三吧 标题写的是二打三啊 那肯定是徐羽走掉 哇铁锁好东西啊 人得呀 人不是让徐羽难做吗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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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杀啊 不要存在 估计有点卡 徐羽等着不行了 快死了 这个地方手牌冲突 应该激将杀人啊 手牌这么冲突 好 勇不思索 强压卸先嘛 关心 哇这也就 好继续吧 二体力上线了啊 旁统在一些血上 把等招给害得很好啊 杀 多给虚数一点 你得福人于人 对 这个牌不错 可惜啊 徐羽不是有伞吗 这怎么扯淡的亮个黑啊 好无所谓啊 这个妥妥的啊 反正现在看起来三个人 根本就不是这两人的对手啊 且不说等招快死了 等招就是满血不一定打得赢 去冠师傅没了 那徐羽可以进攻吧 再来一看 抓牌夫 再来 火攻 孤险可击 以德福人 危险为德 好扭一点 这个能 这个地方没有徐羽了 该扭就扭 铁锁连团 特不虚强蹭 雷沙 这铁锁连 杀 这个地方有乐兵了呀 可能还是有点危险现在 局势到达高潮期现在 哎呦 无限来的好 真心好 无限乐 以德福人 这地方存两张牌是带的 可惜不能拆了 好被逼的话现在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有神钟在 徐叔就是一个Bug的存在 你要相信正能量 接耳传递正能量 大举荐 自首三张 当然也只能三张啊 好 他被乐了就全给 让徐叔大举荐 徐叔刚才手牌透支了 快没多少手牌了 哈哈哈哈哈 掃酒 掃酒 掃呜 刚给了两个杀以上 极 拳 俞尖 对 empez 哇 好牌 自己留的吧 带过 杀不必要自己的 送 杀在徐叔来就相当于在这 好 九可以保一命 哎呦 老徐还有团的 可以说是前一段时间自己锤定了 九 九 还好刚才有一个九 这个又是举荐三章的节奏 先杀啊 不要先举荐 打涅槃了 有点危险 我觉得这把 又一个送手牌的 这下妥了 你再多牌你打不赢徐叔 我记得光刘备给他多少张沙嘛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喜欢冒险的 手上沙又不是充足 为什么要决斗刘备啊 你看徐叔五张牌 这两个团在手 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反正崩了 一下崩开了 八卦八卦 装上加一 其他大余的都可以 这把打的还是比较坚蓝的啊 你看徐叔这个状态 这反面想死的心都有了 真的 每次牛一杀一闪就行了 这杀的不牛都行 送到徐叔来跟自己边一样 但是给太多的话徐叔用不了 这太骚了 这动作 真的是太骚了 死了 这个录像卡了 死了 好 本期的话 随机录像就这么挤着吧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 可能不然的话 他又要耽误那个发布时间了 好 谢谢 他决斗的话 不管输赢都可以斩标几儿 闪孙伯伏 乐不思蜀 这是个大反决 徐叔是个神钟 哇 这牌都不给主公布吗 自己写又不是很烂的 哇 灌尸挂上 还看我的厉害 给主公布 好 这个毒血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睡区域啊 如果睡的话 可以考虑睡一下主公 别锁连环 自己是内奸啊 一刀杀人 雷杀 哎呦 这个地方是收人的节奏的啊 应该不会有人救 内奸的话也不希望有人救他 不管这些了 靠 这主公哪这么怕掉血啊 展标记啊 打个无血还掉一个路 小虾的话可以睡疯啊 搞的没标记了 这主公 看张 他应该可以搞一下张文 哇靠没啥座位 过河拆桥 顺手牵羊 哼 再顺手牵羊 再哼 看我厉害 九 九杀 对 哎 还是没命中 这个地方香香已经神装了 如果神女不啥时候发动 大招的话 嘿嘿 那就是一个天下 只有我一个人有开的节奏了 四个标记 哎呀 又七个标记 那应该斩回一个 斩回三个 不止呢 有一个大铁锁 这一下反正是 九个 这个地方睡一下主公啊 不要再睡中城 巴不得中城赶紧死的节奏了 现在 哇 吃个桃再吃个桃 过 啊 可以杀一刀 吃着也可以 考虑过 用兵之道 变化 甘霖不知道在打什么 心神本色 好 这个地方 主公肯定发大的角色 啊 八张牌 整共加上初死的九张 再七一张 这个地方肯定能爆发啊 三个兵器加粘乳 主公把张盒解开了 那也就说 国家肯定要倒下 寻遇追起嘛 好 顺侧帮了个大忙 啊 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空场了 直接一个一个来 刀 对 使劲的哼啊 哼 再哼 哼 南蛮 对 冰没有必要先冰啊 说不定就可以直接打 啊 这一定可以打下来了 这么多杀 果然是强大的身份啊 帮内奸控场了不说 才让内奸大爆发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录像的主题是随机 录像 软件已经打开 抽三折 61 5 17 61 5 17 61 会是个什么录像呢 布链斯反折 三大神偷 这个反折的录像 一般是看那个 反折一般是看配合 你说应该是配合不错的 哎 刹那之间 我们突然想起来这个ID吧 非常熟悉啊 是那个啥 送了我一个牛鞋的这个人 汉献帝啊 汉献帝怎么说他的强度呢 如果只买三个武将的话 我买布链斯姜维汉献帝 好 张盒 反折 看左辞啊 是打张盒还是咋 哇 这 这也是反折的 好 小娘子是可以 先捕一个人的牌给张盒吧 对 然后是挂架一马 吃桃 弃一张戒刀 啊他戒刀可以拿去自罢 对 哇塞 这 主动方要哭了 手牌都没有 他怎么战斗得起来了 是吧 好想让孙间卖血 怎么会当气 当时在搞笑啊 啊 太史是一个他们的主力 这地方有双偷在一定要限制太史的手牌 他基本上以后就过着没有手牌的日子了 张盒肯定会偷他 这地方可以考虑 先集火太史 或者是怎么都可以啊 好拿去就拿去 小娘子位置太好了 再来一张 啊没有了 张盒可以考虑配合一下啊 先弩 弩槽匹或者身兼都可以 牛王盾装上 替一张伞 怎么替杀干啥 难道说因为伞是尖一点 太史是抱得起来啊 大小姐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毕竟满满要比万箭多嘛 所以说伞是最多余的牌啊 哇 气淘了 好一会聊神跟那个张盒去偷一下 好 太史裸扎一个无中结果被无蟹了 看来这辈子抱不起来 还不拿去拼点 他那个牌应该拼掉张盒的手牌了 好啊 孙伯福 冰无常事 张盒为了偷桃子没有跳乐 嗯 不知道能不能偷到 一探就是 万物藏生 哎呀没得卤了吗 和护卤啊 非孙伯福 偷 没想到 你看这主动放他 你主力核心太死是吧 很牛逼吗 好 就算你很牛逼 你没有手牌 你怎么牛逼得起来 这个地方反正有一点bug啊 双头并加小梁子 小梁子本来也是一个小偷啊 杀 闪 此乃驱虎吞郎之计 雷莎 我 勇不背弃 孙伟这一下可能要把自己的事给完美了 后面还怎么玩啊 刚才自己在铁锁上 然后结密也只结密了一张牌 桃子还好 记得应该是二打三吧 标题写的是二打三啊 那肯定是孙伟走的了 我看好雨 哇铁锁好东西啊 我杀 凌波微步 罗 飞神 飘摇 人得呀 若留花之魂 人不是让徐玉难做吗 杀 杀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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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多必失 出杀啊 不要存在人 我 勇不背弃 估计应该卡我 徐玉等着不行了啊 快死了 将军 起愿抓牌乎借刀杀人 为贤为德 以德服人 仿佛兮 这个地方手牌冲突应该击将杀人啊 手牌这么冲突 勇不思索 强压协仙嘛 惯神 哇 这也就 好继续吧 二体力上线了啊 旁统在一些血上把等着给害的很好啊 杀 为贤为德以德服人于人 对 这个牌不错 可惜啊 徐玉不是有伞吗 这怎么扯单的亮个黑啊 好无所谓啊 这个妥妥的啊 反正现在看起来三个人 根本就不是这两人的对手啊 且不说等着快死了 等着就是满血不一定打得赢 去冠师傅没了啊 那徐玉可以进攻吧 这地方没有徐玉了 该扭就扭 这铁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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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这个地方有乐兵了啊 可能还是有点危险现在 局势到达高潮期 现在 哎呦 无限来的好 真心好 无限乐 以德服人 这地方存两张牌是带的 可惜不得拆了 被逼的话现在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有神钟在 徐叔就是一个bug的存在 你要相信正能量 接耳传递正能量 大举剑 自首三张 当然也只能三张啊 好 他被乐了就全给 让徐叔大举剑 徐叔刚才手牌也透支了 快没多少手牌了 哈哈哈哈 早酒 早酒 早死 刚给了两个 这地方一定不要打太麻糊了 刚才杀身肩的话可能有一点风险 身肩的话 他可以去包养太死 太死一有牌就有可能原地起爆啊 用兵之道 换个装备给了一个佐持的 让佐持去二刀太死 捨不得二刀呀 给你武器就是让你二刀的 小娘子也是一直没来武器我发觉 拿来吧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偷太死跟孙策 因为他俩 对张盒的威胁最大 还好还好还好 不知道张盒还顶不顶得住啊 神难慢 还好这次吞了一些头 张盒不顶要被翻 哇塞 卖一下卖出小片 屌屌屌 好张盒再偷光光了 没想到吧 酒 好酒杀这个地方可以带走孙肩啊 孙肩 对 好 孙肩要好一些 孙肩对这间威胁比较大 潮皮比较偏白嘛 不错啊 在把主中发 在没有手牌的情况下 能打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可以直接神速 不能啊 被不驱了 有9的话 那就直接神速了 实如授极 有如探囊群 我还是不绝 我还是不绝 这次主中发没有手牌 太悲剧了 并且还是四连反 四连动 反贼的话一般是看配合 不是说看递进 然后 5 没有5就取消 那就是1 主攻神女部 神分助内香仙获胜 诶 神女部的话有大招啊 他作为一个主攻的话 咱们内奸选择了香仙 应该说他发神分的时候 应该说在中后期啊 不可能说一前期就可以发神分 这个时候大家都排到气的差不多 但是香仙由于有装备的存在 是可以存储牌的了 那个时候可能控场就比较方便了 如果再摸到进攻牌之类的 因为大家都没牌了嘛 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这什么情况 女蒙表生热了吗 你们都打开了 女蒙不是内奸脸吗 他内奸脸去抽热了 应该不会命中 就是把火功给用出去 其实还不如直接弃掉 这是一个大反贼 女蒙可能表生热了 不然大家都搞他 你的牌太多了 这个热主攻的也是一个大反贼 接招吧 你的牌太多了 才热嘛 好赶紧大忠诚啊 哎呦 刷 17 刘备主 亚巴逆境2v3 又是传说中的刘备局的那个 徐树忠诚啊 徐树本来 强度可以说比较强 但是也不至于说非常强 但是如果是刘备的忠诚的话 就不一样了啊 发生本质的区别都有可能 上来有个神家有个主公真幸福啊 闪 对 刘备第一轮的话很怕热 所以说该闪还是闪 无中生有 请天吃我和导火 攻击 在所不辞 请天吃我和导火 攻击 在所不辞 过和拆桥 请天吃我和导火 请天吃我和导火 攻击 借刀杀人 雷烧 闪 勒布斯鼠湯 导火 在所不辞 不会吧 这 这 这贡献赚大了啊 我并忠证不备起手 这一个忠诚 老搞寻语 又救了 我 用不备起 好了 这个地方妥了 反正应该说没啥死亡 主公方的降面是太优了 这是徐数忠诚的话 直接上升为 中八神 我杀 并忠证之志 手枪退之间 这个地方不杀了啊 我肯定可以被忍得 反对方就老猪的一个核心了 现在 杀吧 杀的话可以多诫命 我会慢说吗 给吴老举剑刘备 刘备 刘备可以决定 把什么牌给什么人 按约 这个地方可以 再给一点 因为有双鸡尔包养的话 如果你刘备手牌 刘备多的话 可能寻语不好做 开始完卖了 所以说如果刚才就被扫留一张牌的话 徐云就可以多几一张 徐云我估计快抵不住了 徐云保命现在还是可以的 杀伞都有了 两个顺手拽严 好强的DP来手 这地方肯定要救诸葛 即使是让反贼收也要救诸葛 这个是他们的核心啊 啊终于乐了 老徐云你就举荐寻遇吧 哇塞你无中你倒是开呀 他无中被举荐了 哎呦八卦挺好死的呀